患上刚衰竭的20岁青年林芝林 在新加坡医院撒手人寰 遗体前天从吉隆坡运返我国后 目前在吉隆坡孝恩馆停临 新加坡当局必须耗时3到5个月 准备解剖报告 到时候家属才会知道确切死因 但外界已经有排山倒海的指责声浪 认为医院怠慢 和死者生前服用的美容产品 都必须为他的死负责 不过父亲林伍阳就表明 无论谁对谁非 自己已经不想追究下去 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 就是过去就给他过去 为什么要追究 不是我不爱我儿子 我爱我儿子 但是我不是有钱的 我不跟人打官司讲 本来有一间私人医院的 但是我不要再乖罪 这拖延的时间 已经我的儿子不在 不要追究了 眼看孩子从确诊 募款到离世 只有短短一个月 林伍阳坦言 国内没有洗干肌 导致病人必须出国治疗 非常不便 现在人已逝 无论家属再怎么不舍 也无法改变事实 只能为林志玲 献上最后的祝福 我希望他可以去跟到 去跟菩萨去修行 不要在人间受苦了 因为他是二十岁不了 他一个大好年轻 他很多理想 他真的没有做到 林志玲女友同美炫 今天也出现在灵堂 帮忙打点 诉说着两人曾经的美好 和未完成的梦 回忆起过去的点滴 眼里浮现的是曾经的甜蜜 还有不舍的泪光 他很乐观 自己 他很孝顺 他对我家人很好 他去到哪里 都会想到我家人 他对我也很好 不用太担心我了 可以的话 下一辈子还要跟他一起 人生匆匆走过二十个年头 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梦想 也来不及和志卿说声再见 林志玲已经离开了 他将在明天早上十点 从焦赖孝恩馆出兵 电台一路走好 八度空间 陈宝儿 吉隆坡报导 一步一步 八度响 对ю 二十何 lifetime 三千古 多无所在 八度五十三